好各位投資朋友大家晚安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財源廣進 台北股市昨天爆量 出現一個很大的地震 然後結果今天又大漲 然後再創歷史新高 那到底台北股市為什麼會這麼走 你看今天的指數 最主要是用台積電來撐 你看台北股市台積電 今天收盤是漲16塊 那他貢獻的指數 大概就差不多快180點 然後你再加上 今天的金融漲了0.87% 也就是說今天台積電漲 然後你金融又在漲 所以整個指數到收盤 大漲了230點 可是光靠這一個台積電 一個金融股 就占了指數的大部分 那其他的類股 或其他的個股大概空間就不大 那為什麼這個盤 他會用台積電去做拉台 讓指數再創新高 它的目的到底在哪裡 還有這個盤 到底這個地方你創新高 會不會是繼續一直一路往上攻 那我們要怎麼去做研判 那今天我們就針對這個課題 來跟大家去做分析 好不好我們來仔細看 整個指數你會發現到 台北股市從上個禮拜 就一路走對不對 幾乎每天漲 昨天稍微震盪一下 可是指數空間也跌不多 幾乎每天都在漲 好我們在一個禮拜之前 我有跟各位講過 元月份的台股 它是走噴出 但問題是什麼叫做噴出 那我要怎麼去研判 噴出未來的高點在哪裡 好各位 之前我們有跟各位說過 在噴出的這一段 你都會看到一個現象 就是指數都在拉 有沒有 指數急攻 指數都在拉 當你指數都不休息 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 其實這盤很容易見到頂 但是當在拉台的過程裡面 它會有一個現象 就是讓你看到爆大量 有沒有 比方說104年 那時候那段拉起來的時候 台股爆大量 108年 那時候指數在走噴出的時候 也是爆出大量 你再仔細看 103年的7月份 指數在急攻的時候 也是爆出大量 好那重點來了 你台北股市昨天已經爆出大量了 但是呢 是不是爆出大量 它就結束了 昨天我跟各位說過了 當它爆出大量 我們再從過去歷史裡面來看 不是說馬上爆出大量 馬上結束了 因為從過去歷史 你都會發現 當它爆出大量之後呢 指數還會在那邊震盪震盪 還讓你看到高點 還讓你看到高點 但是看到高點之後 你要預防什麼 指數會不會真的漲很多 他要去走修正 對吧 好那指數到底會不會走出這樣的現象 你注意看 我們一直跟大家講說 什麼叫做噴出 測標寫得很清楚 就叫做一個 嘎空嘛 另外一個叫做 又多嘛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 到目前為止你會發現到 近期的空單很明顯的發現到 11月份這一段的過程裡面 欸漲了快3000點 我問你好你放空的人你怎麼受得了 指數一直漲一直漲一直漲 漲了快3000點了 到現在為止你會發現啊 近期的空單 是不是都開始出現了回補的動作 對不對好那再來喔 因為你回補本身是一個買進的力量 那但是問題是你噴出除了嘎空之外 還有一個叫做什麼 又多對不對 好你再去看 什麼叫又多 前幾天的融資是不是也讓你跟他創新高 對吧 當你指數漲大家都會追啊 所以呢它不只是嘎空 它還伴隨著又多 可是呢當你台北股市昨天爆出大量之後 你又看到今天的盤靠台積電 然後呢靠金融股再撐 那很多個股到這個時間點呢 它的指數空間就不大了 因為你那個量只有一套嘛 所以呢反而在這個時間 要特別注意什麼 欸會不會被誘多 這什麼意思你看喔 依照最近期的一個結構裡面來看 你會發現之前漲什麼 漲航運 漲鋼鐵 然後漲什麼塑化 對不對好那各位 我們就從這幾個族群來看 你會發現喔 今天那邊股市在大漲的時候啊 欸之前漲的股票現在都在跌了 對不對 比方說陽明 什麼智信 什麼長榮 這些股票都跌下來嘛 對不對好那代表說 你去追高的人 你融資追到高點的人 到現在為止 套在上面 好現在不是只有航運股喔 你看喔 鋼鐵類股裡面 比方說 高薪差 你看融資都在創高喔 比方說春雨最近是不是也跌下來 比方說智聯 比方說什麼聚恨 對不對 鋼鐵股是不是也跌下來 你看指數在創高啊 怎麼搞的航運在跌 怎麼搞的你鋼鐵在跌 還不止呢 塑化也一樣 你去看嘛 台塑化 比方說台本 比方說上藥 對不對 都讓你看到喔 欸這指數創高有些個股上不去 甚至有些股票 它的融資還在創新高 那可見的說 當指數在拉台的過程裡面 一定有人在賣啦 也就是說 如果你過度去追高的話 你要預防什麼 你被誘多 而且是這個現象 它不只發生在 傳統產業類股身上 連電子類股也有這個現象啊 你注意看嘛 這兩天我跟各位說過嘛 台北股市啊 將近這一兩個禮拜都在一路走高 可是如果說你去做面板了怎麼辦 你看啊 這一個多月以來 欸那不漲反跌啊 那這一跌下來呢 融資是不是創新高 這代表什麼 欸這個地方你開始買的人 到現在為止 你都在等幾套 群創也是一樣嘛 融資幾乎創新高嘛 對不對 好比方說呢 連電也是一樣 對吧 好到現在為止 融資也幾乎快創很高 但是呢個股都不太動 好這已經有很明顯了 除了嘎空之外呢 它還伴隨著誘多 所以現在你要預防的是什麼 就是說你手上的個股 你不能在這個時間點呢 一直被它誘多 也就是說如果你過度的去追價的話 欸你要小心啊 如果說這個盤是稍微 有一點點震盪的時候啊 可能很多股票你會套在高點 對吧 好那各位 那為什麼這一波台北股市能夠急攻 原因到底在哪裡 其實我記得我在12月中的時候 我有跟各位講過啊 你注意看啊 那時候的上海股市都還沒有動嘛 對不對 可是我那時候我跟他說啊 為什麼我說台北股市一定都還有高點 因為當時的上海股市呢 它正好要挑戰5年來的高點 那你台北股市當時呢 在12月份的時候 12月中的時候 很多人跟你講說這裡就是高點了 可是我說不對啊 你在整個結構上面你要看啊 當陸股能夠漲得上去 你亞洲股市呢 它就漲得上去 對不對 但是你要預防 如果說當整個陸股喔 在今天的走勢裡面 它今天還是在上漲 可是呢如果說 它來到5年的高點 已經連續漲了好幾天 那如果說這裡開始呢 出現震盪的時候啊 我跟你講啊 亞洲股市就開始震盪 到時候你台北股市喔 你要預防啊 有些個股買的太高的話 在這個時間點 如果說稍微有一點震盪 很多個股會套在上面喔 因為它目前除了軋空之外 它現在還在走誘多嘛 對不對 可是要留一個現象啊 就是說現在這個喔 誘多的現象啊 它會不會從什麼鋼鐵啊 航運啊塑化 像已經有部分電子不這樣嗎 那如果說連你的高價的電子類股 都有這個現象的時候 他們我跟你講 那應該就是大盤高點進了 為什麼 因為你高價的電子類股 它本身的籌碼面 大部分都集中在法人手上 所以呢 高價電子類股 它不能跌啊 這一跌下來的時候呢 就代表說你台積電 它為什麼撐盤 第一個它就走誘空嘛 反正讓你空單就是要補就對了 那第二個呢 它就兼具的又多 所以呢你會發現 目前有些高價電子類股 比方說玉金光 指數一路創新高 結果你創新低啊 到現在為止融資都在創高 除了這個之外呢 大力光就不用講了嘛 到今天為止還在創新低 創進級新低嘛 可是融資也在創高 好 那其他的個股裡面呢 比方說景德 比方說系列 盤了好久了齁 這段走勢盤了好久 不能再跌了齁 如果說這地方跌下來 上面套牢籌碼就會出現 比方說你看 頂線一路跌下來 再來呢 3105的穩帽 昨天創高嘛 流長上引線之後呢 今天一個跳空就下跌 那當穩帽是這樣的走勢的話 其他的個股 比方說紅捷科 或者是環球晶 如果說再沒有創高的話 你要預防齁 有些個股他千萬不要追高 好 那當然這個時間點 除了軋空之外還有誘多 那可能很多投資朋友會問 那到底我這盤要做什麼 好 那各位我有跟各位講過 到現在為止你會發現 整個指數一路在攻嘛 那你如果說你這一路攻 都一路都不休息 然後你又一路靠台積電 可是你市場資金只有一套 那到現在為止 已經有很多傳統產業類股 或部分的一些電子類股 已經開始出現什麼 震盪然後做頭 甚至於呢 融資都在創高 那這些個股都有一個特色 就是在這個位置區的股票 已經開始有人在出貨 那如果說 依照我們對盤勢的看法 我跟他說過啊 爆大量不代表說 他馬上就結束 因為從過去歷史裡面來看 台股還會震盪 有還有機會創高 像今天都還在創高嘛 因為靠台積電嘛 對不對 可是呢 如果說當台北股市在創高的過程 在這一段整理的過程裡面 什麼樣的股票會漲 注意聽齁 我跟他講過齁 這個時間點 低位階 股本不需要太大 甚至有題材性的股票 他一定會攻 那到底什麼樣的股票會攻 這東西我待會兒再來跟大家去做解說 那我們剛剛把整個牌勢 為什麼這叫台積電 那你現在這個噴出 目前已經在走軋空了 但是他軋空之外呢 他本身還有又多的一個疑慮在 對不對 所以呢 你現在的持股啊 不要越買越多 好不要越買越多 我跟他說過齁 如果說我們依照散戶跟法人的做法來看 每次股票在低檔的時候 散戶都不買 等到拉高之後呢 你現在滿手的多單嘛 對不對 那你如果滿手多單 台股一震盪的話 到最後呢 你很多股票會套在上面 所以你要懂得說 選到對的股票 後面 才能夠再攻一段 但問題是什麼樣是對的股票 後面什麼樣的股票 能夠攻一段 這東西我們待會兒跟大家做解說 那是我要提醒各位 現在手上的個股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到現在為止你會發現啊 很多個股奇怪怎麼搞的 指數一路創高 可是股價在走低啊 可是一樣融資都在走高嘛 那接下來呢 高價的個股不能一直跌啊 如果這一直跌 代表著說一定有什麼 反而在出嘛 對不對 利用台積電的稱牌 在做出貨 你要避免 讓人家 手上的持股啊 變成人家出貨的對象 所以呢 要懂得去集中特定的個股 然後呢 這地方再去做他一段 但問題是什麼樣的個股會動 待會我們再來跟大家做說明 好不好 那如果說你手上的持股 到這個時間點 你會發現到 奇怪怎麼搞的 股票都不動 然後呢又買了很多 甚至於呢 又買了滿檔 旁邊快過年了啦 如果說這個盤 我們這麼講 如果說 陸股啊 這地方啊 漲多之後開始有些震盪 那亞洲股市也要震盪啊 那你台北股市這地方啊 勢必一定會造成很多股票 它衝不去 如果它上不去又再高檔 然後呢 又出現下跌的話 要預防 到時候你會被 被迫爆股過年 所以持股不知道該怎麼處理的 沒關係可以打電話進來 到時候我們再一檔一檔的 幫你去做觀察 再幫你做解釋 好不好 待會回來我們就來看 什麼樣的股票 它會從低檔往上走攻擊 到底方向在哪裡 OK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才是王道 價格不重要 準 才是王道 您要的績效不打折 一通電話 封關前 算我的 蘇波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同步 核心抽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賭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立刻蘇波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 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價格不重要 準 才是王道 價格不重要 準 才是王道 您要的績效不打折 一通電話 封關前 算我的 蘇波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好歡迎問到現場 台北股市今天又出現大漲 但是問題是最主要是用台積電 跟金融股在撐盤 如果說你這個兩個在撐盤 指數幾乎都站在這裡了 那很多個股這地方 可能他的空間就不是那麼的大 那剛剛我們花一點時間我們來看 為什麼今天這個盤他一路到台積電 因為還在走噴出嘛 到現在為止 整個指數呢 一路走卡空 你看最近的空單在回補 但是你不要忘記 除了卡空之外呢 他還兼具著又多 對不對 那你不要在這個時間點 去買到不該買的股票 被人家又多 到現在為止你就發現 很多個股 比方說之前漲得比較兇的股票 現在都跌下來 指數在創高 結果跌得很兇 像那個陽明還連續兩天 打奧迪林板 對不對 像鋼鐵類股裡面 有些股票就已經一路跌了嘛 塑化類股裡面也是一樣嘛 到現在為止都在跌 那不要說這些股票了 連那個 電子類股部分的股票也是這樣 你看啊 友達是這樣嘛 因為金光創 波段新高融資創新高 對不對 創波段新低融資創新高 那可見有些個股在這個時間裡 指數在漲 有人在出貨 所以你不要變成人家出貨的對象 可是你要怎麼去找到對的股票 剛剛我們說過啊 台北股市爆大量 不代表說這裡馬上結束啊 因為你國際股市都還在漲啊 但是國際股市呢 反而這個時間點 要預防它會不會漲多 開始走震盪了 如果說這裡走震盪的話 那其他的股市也會開始震盪了 所以呢你台北股市到時候 如果一走震盪的話 會有很多個股它上不去 那未來的盤市最理想的就是先走區間嘛 但是這個區間盤 什麼樣的個股會動 而且又不會去達到人家出貨的目的 我跟他說過啊 我們做股票我不是叫你去追 我一直把各位辛苦賺的血汗錢當作是我的責任 老實說會員沒有賺錢那是一回事 會員賠錢我都很難過 所以有時候心情都會很不好 所以我一定要想辦法說 當讓我們的會員去賺到錢 但是在賺錢之餘呢 遇到這樣的盤 我們要去幫你把握住什麼 把風險壓到最低 那我要怎麼做呢 我一直跟他說我們的做法 我不是叫你去追 我是盡量去幫你抓什麼 抓第一檔有補漲空間的股票 但是呢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絕對要有賣有賣 對吧好你仔細看 什麼樣的股票 比方說之前我跟各位講過 電動車電池的概念個股 康普 我們在低檔買完之後 一拉高23% 逢高我們就去做獲利 到現在為止你看啊 你不賣現在在那邊等 你不賣你現在還是賺了 因為我們買在這裡了對不對 可問題是呢有高點你不賣 你不覺得很可惜嗎 我再舉個例子來說 當初跟你講過的漢權嘛 我們在低檔買嘛 結果衝高之後呢我們也做獲利 你會發現到齁 你衝高不賣現在你還在等 問題是有低檔 低檔買拉高給你賣 你要稍微做個動作 你才能夠把錢放口袋 股票市場裡面齁 真的把錢放口袋那才是你賺的錢 但問題是很多人都是一直買 一直買一直買那我剛剛說過要預防 如果說這牌呢 真的是讓你看到高檔震盪的時候 一定很多股票上不去 因為已經有些個股在出貨了 但是你先跟著我們做 低檔的時候呢我會帶你去買 前兩天跟你講過要花嘛 結果一漲起來之後呢 昨天 他在衝高的時候我們就賣掉了 你看到今天為止也就這樣 再舉個例子來講 你看中陽光 我現在很聽跟他說嘛 我們低檔買嘛 對不對 漲停板 再創新高 好 創新高之後呢 你是我會員的 我們風高賣掉了 今天雖然有漲 可是呢也留了上影線 這代表說 有些個股在這個時間點 如果說你過度的去追高 你要預防什麼 會不會買到市場最後一隻老鼠 因為噴出的行情 他就是加速乾頂 如果說你只是光靠台積電在拉 你其他的個股在底 我跟你講那對你一點意義都沒有 對不對 所以呢這種低檔有買 拉高有賣的股票 你看哦 多少檔 我們持股操作都這樣 低檔有買拉高有賣 之前的生陽辦也是一樣 低檔有買拉高有賣 你看那個金相光 當初我們低檔買賺了四成還不賣 那才笨耶 你看哦 前兩天漲停板嘛 昨天打到跌停板 今天也上不去啊 但是你今天跟著我們操作 低檔買完之後 我們就會拉高賣 因為我們的持股不去追高 所以呢我們掌握一個低檔進場 高檔賣出的一個時機 所以到現在為止你沒有煩惱啊 你再仔細看 當初的全新也是一樣 低檔買完賺了三成多 我們把它賣掉 OK好那各位現在送點來了 那我現在要怎麼樣再去掌握 後面要輪動型的個股 那怎麼樣呢 能夠幫你買在低檔 然後呢能夠讓你拉高去賣 好各位 我剛有跟各位說過 台北股市 昨天爆量之後 不代表說這個牌它馬上結束 因為你國際股市還在動啊 但是我要提防是什麼 你國際股市會不會不動 那大家都漲很多了嘛 你看嘛 昨天的稻球是不是在上新高 你看齁 我把月線加進去 對不對 可是呢高科技股呢 已經開始走震盪了 現在已經來到月線位置區啊 前兩天的費半比較高 比較強一點 但是昨天也留了長的上影線 現在每股都已經在月線位置區了 那你現在亞洲股市比較強 是因為陸股比較強嘛 啊我在12月中已經告訴你了 那時候很多人都叫你不要買 可是我說陸股要漲啊 啊陸股要漲 亞股要漲 台股一定空啊 對不對 可是呢他已經漲一段了 接下來預防 他會不會開始先走震盪 那這一走震盪的話 台北股市也會跟著走震盪 好那這種震盪盤局的時候呢 最容易拉的股票 最有機會的股票 要注意不是大量的個股 也就是說 你不需要大量又有題材 而且又在低位階的股票 他會開始動 比方說了 好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你看齁 今天我跟各位講過齁 現在整個車市呢非常的熱 汽車的銷售已經創15年以來的新高 車市回溫嘛對不對 那這一定對相關的概念個股 他一定有幫助 那如果說你今天跟著我們操作 有低點我就幫你抓這些 有題材性而且籌碼穩定的個股 比方說 這檔股票 2228的建領 他是做車用散熱的零組件 但是如果說你從整個 全球這個市場來看 除了大陸之外 美國的車市也回溫啊 那建領本身呢 他除了一般傳統的一些 汽車的散熱零組件之外 他現在又打入到電動車 車用的散熱零組件 所以呢 我們在前兩天禮拜二的時候 83塊多附近我叫你去買 好昨天台北股是大震盪嘛 他也跌不下來 有沒有 在低檔嘛 結果今天又衝上去 那你會發現啊 近期這些個股融資都沒有增加 所以沒有又多的嫌疑在 法人也拼命在嘛 所以呢如果說你能夠掌握像這種 比較低檔型的個股 就很像這樣子啊 當初我們去做中央光一樣嘛 低檔買完就要往上衝 那你今天的持股可以越買越少 不會越買越多 而且你在低檔買又安全 這個盤目前除了軋空之外 他還在走又多啊 很多個股在這個時間裡 如果你去過度追高的 很多個股都下來了嘛 所以你要去預防的是什麼 你的持股買一堆 然後呢全部都去追高 好啦那這個盤最好一路攻嘛 都不要回頭啦 那如果說稍有震盪的時候呢 你有沒有想過 你買了一堆股票都是在追高的股票 到時候會不會套在上面 這就是我跟大家說的 我希望你能夠賺得到錢 既然你是我會員的 我要保護你之外 我還要讓你賺錢 但是我們的持股不會越買越多 我們穩穩當當做那幾檔 但是呢做這幾檔 我們最主要的操作 都是在低檔買進嘛 有沒有 所以呢會讓你看到 台股在走高 可是呢我們的股價 還是要繼續走步漲 因為它本身具有題材 而且籌碼又穩定 你說產業面你去抓啊 很多個股在低檔的股票 它還有補漲的空間 我再舉個例子來說 你仔細看 這兩天我們有跟各位講過 下一檔的全新 什麼叫下一檔的全新 當初的全新我們是在 這個位置去左右較臨滿 現在已經拉高了一段 對不對 拉高就不要追啦 你不要像當初你看 那個鏡像光 低檔你不買拉高你去追 最到現在為止還在等幾套 那我們現在怎麼去抓到部長 同樣的跟全新一樣做累金的 而且跟5G有相關性的股票 還有呢還有Wi-Fi6的題材 除此之外呢 物聯網航泰國防這些題材都是他在做 那當初我們跟他講 前兩天跟他講的時候 我說收斂三小型末端要動 那這兩天台股大震盪啊 你注意看啊 還是繼續走高啊 那個補漲走勢都還沒有結束啊 那這些好的股票 我們都會讓會員再低檔嗎 當你買完之後呢 你怎麼會讓人家又多 不會嘛 你現在還能夠在賺什麼 他補漲後面的一個空間 所以呢 整個操作的模式 跟整個大盤未來的動向 他是有關 但是如果說你不了解 這什麼叫做噴出 他噴出的目的到底在哪裡 他到底為什麼會這樣子走 甚至於今天台積電他為什麼動 甚至金融今天為什麼動 你去看一下嘛 很多股票現在還創低點 很多個股到現在為止融資一路創高 代表著說他還兼具著又多的 那個風險在 你不要被人家又多了 到時候股票真的是越買越多 稍微有震盪你會很麻煩 好不好 所以呢怎麼操作 我們是一個步驟 一個步驟帶你做 那我們會把整個盤勢交代清楚之後 讓你知道你這個時間點 你該怎麼操作 那當然如果說你這個時間 手上個股一堆的 我是建議各位啦 稍微讓我看一下對你也有幫助 有些個股如果不太對勁 你就先把持股說一說嘛 把錢稍微放口袋不是很好 那當然認同我們操作方式的 很歡迎各位 體驗一下他的機會 好不好 歡迎你來電諮詢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我們明天見 我們明天見 我們明天見